词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编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时空的变幻摩托 像一个梦合 从未知的门穿梭 神秘也快乐 云是你的表情 放弃你的歌 用你的眼睛开启未来颜色 是一阵日落 打开了夜的探索 是一阵大雨 淋湿了干河沙漠 是一个奇迹 只要流星已坠落 睡醒的话就开出一朵 你呀你也不靠近我 一天天慢慢地占据我 哪怕是你我时空交错 像月球一圈约围绕我 想和我一起打开梦河 彼此是个字的救赎着 快乐快乐哦哦哦 失落失落哦哦哦 明天是梦河 幸运的是我有了你哦 快乐快乐哦哦哦 失落失落哦哦哦哦哦 明天是梦河 幸运的是我有了你哦 因为一次意外 我得了奇怪的血液疾病 唯一能治愈我的 是一种特殊血液的血清 我的朋友时光穿梭博士陆飞燕 通过史书找到了 唯一符合条件的人 而她 在遥远的两百年前 对了 我叫闫沫 是一名演员 是一名演员 你醒了 在过去的这一年里 我的时空穿梭机 终于研制成功了 所以现在是要出发了吗 是 我会实时监测你的时空旅行 以防你的旅程出现什么意外 你的机器人助理晓鸥 也会陪你一同前往 我已将目标人物的资料 传入到她的芯片里了 小欧一定尽全力 帮助主任完成任务 我的时光机 运用了最新的穿梭技术 能够在闭合类的时间线上 进行时空穿梭 简称CTC环 而你 作为这条时间线上的主体 在穿梭的过程中要注意 不要改变历史 否则会引发蝴蝶效应 未来的历史也会随之改变 一切都会时空 好 当你踏入时空大门 会超越光速进入CTC环 另外一端就是二百年前的世界 记住 你的生命只剩下一年的时间了 必须在一年内回来 否则你就会有生命危险 好 这个 是取血器 我设计成了手环的样子 方便你携带使用 还挺好看的 这个 是隐身药 方便你接近目标 还在实验阶段 可能会有副作用 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 不要使用它 放心吧 那我们出发 陆飞燕 我们很快就回来 还有什么主妇们 不要暴露身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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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掩之 二十一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 年少时就凭借多篇论文 引发业内的关注 在国外以优异的成绩 取得博士学位之后 顾掩之选择回到国内发展 担任高深集团生物科技研究所的负责人 经过多年的研究 顾教授及其团队 攻克了血液疾病的术后排异反应难题 拯救了无数病人 这就是两百年前 顾掩之 多年少时 我 宁善 你想干什么 你想干什么 你别过来 你想干什么 想干什么 天亮了 难道是幻觉 主人 小鹅 主人 小鹅我怎么又回到这了 主人 您刚刚是不是触发了时光回溯啊 按照时光穿越的规则 一旦暴露了未来人的身份 就会引发时光回溯 你会回到之前任意的时间点 那我一会儿小心一点 我们速战速决 早日回家 主人 你穿着未来人的装扮 现在取血还会引发时光回溯 会减少一个月的寿命 是这样吗 看来我对隐藏未来人的身份 变成古代人 是不是就可以取血了 你不能带我 不过去 这些就是主人接下来需要学习的古代生存技能 首先了解当代服装风格 第二 看书学习当代知识 第三 如何使用当代电子产品 了解当代食品 饮品 最后一项也是最重要的一项 了解故演之 对于血液病患者来说 撑过了手术 不代表就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他们还有一大难关要度过 就是术后排异反应 为了对抗它 他们会服用大剂量的免疫抑制药物 但是这些药物往往会产生极大的副作用 而我们的研究 就是希望可以把术后排异反应的发生率 降到最低 顾教授 我听说项目目前滞留在二期阶段 迟迟无法进入到三期 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目前二期的实验数据还不够稳定 等稳定了之后 自然会申请进入三期 具体时间是什么时候 我没有办法给出你一个具体的时间 一切以数据为顺 各位股东 我希望大家能明白 我们手上这份报告的任何一个小数据 所产生的小误差 如果落在病人身上 可能是会压倒一个家庭和一个病人的 一座大山 所以我们必须要精益求精 你停一下 你也说的是可能 那么这小概率事件 发生了就发生了呗 如果你说的小概率 发生在你亲人身上 你会怎么样 不是 你什么意思啊 你咒我呢 你的反应已经给出了我答案 对于第三期实验 我的答案是不能推进 大家继续忙 我还有事情 不是 她是什么态度啊 顾佳书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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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授 您的咖啡 等一下 这是你昨天给我的数据 结构式解零度 配备化合物的数据 都出现了问题 虽然这是你第一次 但足以证明你很不严谨 你不适合我的研究所 不是 教授 您也说是第一次了 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我已经决定了 你走吧 再找个新助理 教授 这已经是这个月 您开除的第三个助理了 要不 您稍微 降低一点点标准 第一个助理迟到早退 第二个助理专业水平不搭标 刚才这个 科研态度不认真 我认为应该更加严格 这次我会亲自出一套题目 来筛选 您亲自出题 那也太难了吧 我担心 没人能通过考核 不能因为别人的平庸 降低我的标准 行吧 那我先出去了 你这么磕磕 怎么可能招的新的助理啊 下一个倒霉的又是谁 顾言之 我真是谢谢你了 你下回和董事会起争执之前 能不能提前跟我说一声 有你在我放心 你能搞定 谢谢你 还不错 就还不错 没屁 对了 我是来跟你说今天晚上科技大会的事 又是这种用奖项来评判科技项目的事 没想去 奖项不能评判科技项目 可是它是业界对你的认可 我不需要 我需要 主办方是我的合作伙伴 今天晚上你会出席 你怎么又拿我去卖人情 跟你说了多少次不要这样 请爱杯咖啡 会喝 谢谢 不要汤不要奶不要冰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 欢迎年度科技大奖的获奖者 顾掩之教授 上台领奖 掩之 掩之 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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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了 我不是顾教授 不过如果我是他的话 我想我会告诉大家 我很高兴 也很荣幸 能获得这份殊荣 如我之前所说 顾教授 是一位天才 而天才 大多是特立独行的 顾教授最大的优点 也是他最大的缺点 就是废寝忘食的工作 他专注 严谨 精准 几乎把所有的时间 都投入到研究当中 没有自己的休闲和爱好 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啊 迷路吗 这里面多危险啊 这么多台阶 是 幸亏你遇到我 跟我回家 回家啦 顾眼之 我朋友来了 老隋 你怎么回事啊 太过分了吧 你让我来 我来了呀 有你在我就放心了 什么东西 这是我今天最大的收获 你要不要养 我可不给你养 正好家里还有一只 凑成一对 你说给他 起个什么名字呢 叫 老隋 隋醉 太晚了 我给你订了房间 晚上别回去了 主任 顾眼之留在酒店里了 就在那个房间 3301 太好了 机会来了 我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 取到他的血 钥匙 房门钥匙 我没有钥匙 你的手环除了能取血 其实也是一把万能钥匙 那你不早一点说 走吧 有东西 我用转的 你不能在家里 不知道 我没有想要 它楼匙 你不是 我不要 那你不肯 你不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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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氣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摊牌 我倾慕你很久了 倾慕你的人品 爱慕你的才华 我是你的盐粉 你真的是盐粉 那你告诉我 我上周接受采访是穿的西装好看吗 我觉得那西装非常好看 简直完美 我上周根本就没有接受过什么采访 你根本不是盐粉 你根本不是盐粉 是吗 我可能是我记错了 我好像回去睡了 等一下 你说 你必须解释清楚 你现在这样的行为很流氓 流氓 你拜托 我都跟你解释过了 我只是走错了房间 你不许走 你今天不解释清楚 我就要报警了 信不信我现在就报警 你报什么警 让开 我要回房间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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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主任 怎么样 取血成功了吗 失败了 失败了 别提了 这古代男人 怎么都这么凶险 看来我得再找机会 早稳扎到他 小道消息 顾掩制科技大会上 和一个女的拢拢抱抱 据说 周总有照片 你们都听说了吗 顾教授昨晚和一个女的 在酒店里拢拢抱抱 我也听说了 据说周总有照片 顾教授来了 没想到教授是这样的人 是啊 对 这个数据 啊 核體 啊 顾教授 可以啊 怎么了 怎么了 这话不应该我来问你吗 我一大早来 公司所有人都对我奇奇怪怪 发生什么了 我听说 昨天晚上有人 闯进了你的房间 这个女的是谁 她跟你什么关系 我作为你最佳的搭档 今天被别人问起来 我是一问三不知 我也想知道这个 疯疯癫癫的女人是谁 反正事情不是这样 是误会 是误会 我误会 我都不知道她怎么进入我房间 那她这么做有什么目的呢 目的 你傻呀 她潜入我的房间 冒充我的粉丝 这不很明显吗 你别笑她 从另外一个角度 我能理解她 毕竟我这么完美 她一时冲动 这个逻辑能理解吗 老隋 别让她再靠近我 你得帮我 你放心 我会去帮你调查 她的身份的 我帮你解决 我去帮她 你让她找我 我帮你 你让我看她 你准复我 '那种 失策啊 失策 我现在不仅取不到她的血 而且连接近她身边 都不可能做到 我这脸是没法要了 主任 小鸥想到一个 可以接近顾眼值的办法 但是 你可能要受点委屈了 你跟我说说什么办法 小鸥调查到 顾教授的研究所正在招助理 你让我给她当助理 适可杀不可辱不可能 可是主任 不接近顾眼值的话 取不到血 你是真的会死的 你说有道理 那你给我伪造一个 现代人的身份 然后准备一份简历 我去应聘她的助理 好 但是主任不懂医学知识 小鸥去准备资料 尝尝五代人的东西 教授 来应聘助理的 有两位通过了笔试 马上就过来了 这是他们的简历 他 他 顾眼之 我 就是你要找的助理 忘了自我介绍一下了 我叫严墨 从今天开始 我允许你做我的上司 我都还没找你 你竟然敢来 我满分通过了你们的考试 助理这个位置非我莫属 我们现在开始工作吧 别做梦了 我不可能选你 如果你不选择我的话 你会后悔的 没错 我会后悔 后悔遇见你 你简直是我人生的污点 你说什么 我没太听清 你说我是你人生的污点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接近我的目的是什么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我也不能告诉你 我想取你的血来续命吧 我也不能告诉你 我的目的很单纯啊 我是想到你的身边 学习和进步的 单纯 像你这种对我死缠烂打 投怀送抱的女人 我不可能让你进我的研究所 我不可能让你进我的研究所 我对你 投怀送抱 这是事实 你之前的行为 已经说明了你对我的迷恋 别跟我玩这种欲情故作 我不吃这一套 你是不是有些自恋 我最讨厌自恋的人 这么讨厌我 请你离开吧 不能让他走 就他俩通过了考试 咱们现在必须找个助理 这俩你得选一个 你被录取了 从今往后你做我的助理 抱歉 我不能做你的助理 你拒绝我 我的志向不是做助理 我的志向是做一名 克林娜 一个清洁工 清洁工 那咱们公司不是正在招保洁员吗 我觉得我比较适合那个位置 顾教授 现在我是你唯一的选择 我 顾言之这个人太可恶了 他说我轻浮 他说我迷恋他 我不是瞎了眼 他说我是他人生的污点 我看他才是我人生的污点 我认识他我真是倒了没了我 真是 也许是因为科技大会那晚的事 顾言之对主人有误会 主人 你先消消气 我们回去再想别的办法 你留下当清洁工 你要我留下当清洁工 重点不是干什么 重点是得留在他身边 得打探他的情报 掌握他的动向 这样我才好对他下手 只要我足够了解他的情况 就一定能当上他的助理 我堂堂最新型号的智能机器人 竟然干回了老祖宗扫地机器人的工作 真是羞愧呀 教授 这是最新的资料 您有户看一下 我去吃个饭 一会儿把医院发来的视频给我 好的 晓鸥终于能派上用场了 主人 主人 顾言之去吃午饭了 好 没想到他工作 还挺能真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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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干吗 你说什么 这位女士 她一直在偷拍你的群体 如果你想报警 那边有监控可以调去 抓死了 别跑 你 厉害是不是啊 跑得快是不是 你 帮损住顾言之 快点 手机怎么了 手机在他兜里 去 谢谢吴教授 走 拍出锁去 这手机交个警察 是 谢谢你家 走 第一次合作愉快 主持人和他 作词 yuk 对 男生等待 让一颗星化作了空白 魄逼而来 是你让梦不用泪掩盖 在星辰之外 你说永恒一样的存在 与坚定侧脸 让我一眼看见未来 我猜剧情总会留白 铁蚕而意外 可惜作为的期待 从以苦患而归来 时空的沧海 把我覆盖 翩翩遇上来 穿越了阻碍 安静的拥来 轻轻的告白 原来我只想成 人对你依赖 时空的沧海 把你推来 偏偏遇上爱 我想给你的拥抱 才控制不来 我们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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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